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李说 当时他同意充值1000元半砍 但是在洗头的时候对方又顾忌重施 然后洗头的时候 他就建议我要用一种药水 清洁什么的 清洁套餐之类的 我当时一再表明我已经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然后他一直在忽悠我 说这个是免费的 免费的 然后用完一支之后 洗完头之后 他就说第二支是不免费的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给我第二支 不知不觉第二支现在给我用上去了 所以第二支是要收费的 小李告诉记者 这次用的产品原价要300多 店员告诉他 如果再充值1000元半卡的话 当天所有消费就可以免单 这次小李又同意了 在充值的时候 对方答应再减免50元 也就是说 小李实际充值1950元 会员卡里就有2000元余额 小李拿出付款凭证 支付宝1150块钱付给了皇上美容美发 微信付款800元 给了杭州上进白领经营生活馆 而会员卡上写着荣上 我随着他们这店里存在的一种隐形消费跟一种强制性消费 因为他这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给我用上一种东西 小李表示 现在他只愿意付洗减吹的28元 其他的钱希望能退回来 但对方却要扣除用药水的费用800多 找到店家 一个店员上前阻止 这名店员提出 如果小李能帮他剪个头发 并且把药水用回去 他就退款 小李表示很无语 说到上自开头的理发店 之前我们报道过不少 其中一位前店长小唐曾反映说 杭州很多上自开头的理发店 其实都是一批人在经营 之前他们公司就是经常被1818呀 什么冰疆什么23万 什么看伏科病什么来的 他之前叫龙上 然后有上镜啊 什么都有 然后踩上 反正基本上都被1818曝光过嘛 这是套路啊 会有什么之类的 客人进去的时候就拼命的让客人充卡充卡充卡 半疗程 半疗程 什么之类的 回到小李的事 不要拍 我再给你讲一遍 不要吵 我退给他了 没人不是退给他了吗 后来 店员当场转给小李1950块钱 而关于收费单位不一致的情况 小李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我转发你 crochet凌�打赛 在小李的是显 manque假之类的 曾经不过 我觉得